这是另外一个翻译本的圣经,新汉语,在他的这个附著,这个圣经翻译的附著里面写的就是供应或者滋养,从耶稣基督得到滋养。 现在保罗在第二次评论假教师的行径的时候,说他们针对爱天使,意向他们的问题是自高自大,不吃的一元手。 第三次再评论的时候呢,就是二十节到二十三节,针对的是规条或者说规条主义,二十节跟二十一节讲得很清楚。 他们喜欢服从呢,不可拿什么,不可尝什么,不可摸什么,等类的规条,这是二十一节最后几句。 保罗要怀疑,慢慢心里面甚至可能是迫切,就说你们与耶稣基督同死了。 脱离了世上的那些机会。